M加社區先導計劃是我們連同藝術家、法相傳和三個社區夥伴 探索易創意實踐加入社區服務 我們L社區其實有幾套東西來玩 到底美術館如果不像現在美術館這樣用的時候 它有沒有多一兩個用途 每一件事你都想它多一兩個用途 這個世界就會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 其實服務和社會都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而都有疫情的發生 或者我們可能透過一些博物館的活動 其實都是帶來一些希望 法相傳的作品裡面其實都跟辛苦息息相關 如果跟法相傳一起去想一個社區的計劃 而可以引發多些對未來的想像 法相傳的計劃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想 如何將不同的陌生人的關係之間拉近 而我們又如何想像我們和身邊 我們生活的社區的人之間的距離又是怎樣呢 我們是否有一個空間 融讓社區的一部分 在這裏同時 而發生 在座裡面可能有人 也都在肩負一些社區的保育工作 我們現在做的事 50年後就是要放進博物館 為未來去保存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個痕跡 看到他們的村的一些物件 或者他們的村的故事 在這裡成為一個展覽作品 他們是會很感動的 Ampas做這個功夫其實是給一個機會 這個村的社區的成員 去理解到 原來我們是受一個重視 原來我們在香港島的一國生活 可以是一樣有價值的東西 和到其他香港人 甚至在世界各地來的朋友 都可以分享到 其實有時對於我們在做甚麼展覽 都不是最重要 可能是提供了一個被尊重的空間 去解釋他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我們今天要去探索社區 有沒有甚麼社區的需要 拿著它作為一個指引 去探索社區周圍 出現的貨務就不需要我們再做了 我們想想一些未出現的服務 現在大家都是青年人 用你們的角度去brainstorm就最好了 我們要做的就是 跟陌生人一起探索很長的班 我們沒想到計劃可以實現到 街邊那邊會找到有陌生人 结果是他们会好好谈论 可能要拿捏的是那个 层次和参与的群体是这些人 这一点来实践 我们是要设定一个机制 让大家参与到 又收集到一些东西 然后机制可以自己自动载 在我们的L社区的共和间 去展示出来 其实都会看到原来年轻人 有很多不同的创意 和他们承认什么方式 去观察他们的社区 例如博物馆的参观者 去看到原来这些年轻人 都可以像艺术家那样去思考 去想像对社区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社区 有时候你要做一些 比较荒谬一点的事情 你有这个机会去踏足这个社区 你才会留意到 未必会是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地方 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都可以建立到一个社区 其实都是想为了这一帮香港人 去建立一个 可以认识到对方的机会 我觉得尤其是疫情下 你已经少了很多联系的机会 可能有一些本身没有带着 那么多目标来参加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掘了很多自己 可能和社区的一些关系 是丰富了很多的 可能是超越了他们以往日常 去考虑一些新构思的界限 其实你会发觉 原来将这些想法 放到社会的公务上 其实是很有趣的 所以当他带到社区的时候 正面就给了一个新的眼睛 去看日常的东西 和白相传一起去拆解 过往的一些创作的灵感 我们看到他点子和点子之间 其实有很多连细 亦有很多换味的可能性 可以发生 好,Idea Sculpture 是怎么玩的呢 有一堆池语 那堆池语是跳跃的 五毛这样 下一个就是距离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你砌的过程中 你先不选字 你纯粹是选形 好了,把它放在这里 到时候,你才想 基于这些字 去想一个想法 所以每一次都是纯粹的 而纯粹是基于你的尾 的观察来产生 即使你将来做创作 或者可能是你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都能帮助你多一点点 我要尾除一个等朋友的人 再散播他们的诽闻 我想在N Plus 邀请几个不懂的 杂边的陌生人 一起模仿名画上的 很奇怪的表情 博物馆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不是真的距离得很远 我们参观博物馆的时候 看到很多艺术家的创作 很多时候都在回应生活的需要 其实这个计划 其中一个很大的成果 就是看到很多不同的社群 他们看到博物馆 如何可以在一个空间 展示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想法 当你来到N Plus 看到学舍这个地方 你就会找到属于你的活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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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